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我们说一下这个AI绘画相关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作用呢就是 你可以自己在这个画布上去绘制这个相关的颜色区域 然后每个颜色区域呢 你可以给它一个对应的提示词 正面提示词,负面提示词 你可以给它 给了之后呢最终的结果 它会按照你这边划分的这个区域 以及这个提示词的内容 去生成一个对应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这个AI绘画的结果是随机的 那么能够控制这个结果呢 那么这个项目应该是比较有用的 那么这个项目呢 它说它支持这个SD3 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试一下 那么这边呢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可以简单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演示吧 大家看 它这个呢是一个实时绘画吧 咱们之前有说过这个实时绘画的项目 咱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图 这边呢我画个这个区域啊 下面这边呢有相关的提示词 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画笔去勾这个区域 那么在这个持续时间之内呢 你这边的改变的结果 会实时的反映到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 这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用法 当然它还有一些别的用法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 下面内容挺多的 这个项目 功能确实非常的多 比方说这个 大家看左边是它的绘图色吧 这边是女孩男孩 那么这个花是吧 龙 大家看上面有一条龙 是吧 它是根据这个不同的颜色来定义的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功能 这个也是 这个我就不看了 直接看项目 这边是给大家准备好的文件 这个大家下载一下 12G 那么这里面没有包含模型 点进来看一下 这边呢 这个两个下载云 这个还是大家自己去下载 根据你所在的地区 自己去选一个 那么这个下载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如果说你中间发现这个 下了一半 断了 或者是下了一会儿 发现这个网络速度不行 几百K 或者几十K这种呢 那么你可以把它擦掉 把这个关掉呢 重新再开一下 它这个会自动从你断掉的地方 去接着去下载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好使的 然后这边呢 没有给大家去做封装 所以今天呢 我需要大家自己去修改 这个画布的一个大小 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 这个是我们这个 byte文件里面的一些内容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上面这些大家不用管 那么需要大家改的呢 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打开的是1.5 就是说这个文件呢 它支持这个1.5的模型 然后呢 这边是它的这个启动文件 是在这儿 这个是它的启动文件 然后呢 后面这个是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需要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路径呢 就是在这儿 这个文件加码 就是咱们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这个里面 那么这个路径呢 不能修改 但是后面这个名字 是可以改的 比如我这边说有了方便 我把所有的模型 全部叫这个名字了 大家可以叫别的名字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随便修改 后面这个呢 就是这个宽和高 这样一个比例 这个512乘以768的 这个大概4G的显存就能跑 比例越大 画布的比例越大 那么最终可能需要的这个 显存就越高 这个我实际试了一下 这个我是768 然后这个是1024 1024没事啊 是1280 768乘以1280 那么在这个比例的情况下呢 那么需要的显存就到了实际 所以这个大家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大家量力而为 后面这俩不用改 我什么人就行了 这个是大家需要修改的内容 其他的这几个文件啊 他们都是一样的 都跟这个里面内容大同小异 所以这个就不继续说了 这个大家可以参照这个1.5的内容 去进行适当的一些修改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模型 分两部分吧 就一部分呢 就是他必须的这个模型 根据这个来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这个模型会放在这个模型的文件夹 这个会自动下载 这个大家下完之后呢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需要的模型呢 是需要你自己去弄的 大家看我这个模型是吧 它是0K 为什么呢 我是在这个机器上 做了一个符号链接 这个模型呢 它实际上是存放在别的盘里面的 两个方法 一个呢 你可以把那个你在别的盘里面的模型 把它直接拷贝到这个地方 放在这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话 不是会重复去使用这个模型吗 对吧 你那边可能模型很大 可能几个G 复制过来还得几个G 就不要占空间吧 那么我们用这个符号连接这种方法呢 可以直接把另一个盘里面的模型 把它直接连接到这个地方 那么实际上呢 就不会增加这个体积 这个是比较有用的一个技巧 这样呢 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去使用 这是我这边的一个模型 那么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 我们找到这个模型 把它名字复制下来 然后呢 我们翻回到这边 先把这个删掉 我们点开这个开始 这边输入CMD 我们会打开一个这个黑色窗口 我们来把这个模型把它链接过来 输入这个命令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这个步骤 一起来输入 我们现在创建一个这个符号链接 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 把这个复制下来 我们希望在这个文件夹下 给它创建一个符号链接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这个模型把它链接过来 那么我们这边 就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这个文件夹的目录 加上你想要叫的这个符号链接的这个名字 我就直接叫这个 那么我们再打个空格键 送件空一格 然后呢 我们来指向这个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这个 实际的模型位置 然后呢 打一个斜杠 把我们这个实际模型的名字把它拷过来 大家看啊 这个就是这样的 整个命令就是这样 大家根据我的这个方法 然后来自己来 指向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敲一下回车键 大家看这边呢 创建了一个符号链接 然后我们这个文件夹里面 出现了一个这个符号链接的指向 这个就正确的 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关掉 那么其他这个指向 大家看这边呢 我们是有很多这个指向的 这个里面的每一项呢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模型存放的位置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我刚才的方法 然后来做这个符号指向 你要是空间比较大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模型拷过来 这样也可以 没有问题 大家自己选 这是这个模型的问题 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启动我们这个文件 去做一个尝试 那我们先来启动这个1.5 因为它小一些 这边稍等一下 这边出来个地址 点一下把它启动 这是我们这个使用界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使用 呃 绘画 这个就是画布的这个尺寸 根据我们刚才那个启动文件里的比例来的 这个大家自己来设定 然后这边呢 是创建这个画笔 大家看这个右侧的这个颜色 这个女孩 她的颜色是蓝色的 那么这边画笔这边呢 她给了四个颜色 这个蓝色的这个呢 就对应的就是这一行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新的画笔 大家看是黄色是吧 那么她第二个画笔就黄色的 就是每一种颜色呢 对应这边的一个画笔 那么女孩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填用你自己的这个提示词 这个大家可以随便去填 男孩的提示词呢 也是啊 这个有负面的 有正面的 大家自己填就完事了 至于这些选项的话 保持默认就行 全部不用改 这个背景 她也有一个提示词 这个咱们不用管 咱们直接来画一个 这个是个女孩是吧 我们来画一个 画个蓝色区域 女孩我们画的左边 这个是头是吧 身子 我随便画 这个绘画方面 没有什么研究 就随便画了 这个这种工具 其实对这个 如果你有这个绘画功底的话 那么这个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就这样吧 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咱们来这个 生成一下这个图画啊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是吧 这个图就出来了 它的位置 按照你这个位置来的 大家可以再来一下 然后呢 你也可以在这个背景上面 咱们看这个背景是什么意思 它这个背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啊 看一下 翻一下 中世纪 村庄 是吧 村民 活泼的音乐 高盛的五岳柱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画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就是这个 整个的这个 1.5的这样一个用法 这边呢 我们可以来画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 这边我们选一组 好一点的提示词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最终的效果 这边呢 有一个网站 我比较喜欢这个网站 一个提示词 不过它这个 后来这个网站收费了 就没什么意思了 这个我们画这种花 花呢 我们画的这个port里面 然后呢 这边笔刷的名称可以编辑 咱们叫花是吧 花是怎么写的 反正是这个吧 前面这个符号什么 这些都能编辑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改 那么我们再来画一个女孩 然后呢 我们直接来画一下 点一个生存按钮 一个女孩在这儿 这个是我们刚才画的 一朵黄色那个花 当然它这个效果呢 肯定没这个好 我这个模型是这种 二次元动画模型 所以肯定画不成那种效果 这个很正常 然后有花 那么这个背景呢 也是跟我们这边 选的这个背景 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个画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可以导出你这个 余调色板 我们把它导出来 应该是选这个 导出 这是我们设定好的一个 这个调色板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把它关掉 然后呢 我们启动这个流式UI 这个其实才是这个项目一个 主要的一个使用界面 打开一下 这个打开呢 就比较费劲了 因为它需要加的这个模型 所以比较费劲 需要大家耐心去等待一下 等了一段时间 那么打开这个地址 把它放大一些 那么这边呢 是它预设的几个这种调色板的内容 我们刚才不是复制了一个吗 导入一个提示板 我们把它贴到这儿 这是我们刚才这个创建好的一个东西 把它导入 这样就过来了 这是咱们刚才设定的那三个 那么这边呢 它多了一个这个树 我们这个就不改了 直接用它这个吧 我们来画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画这个 蓝色是女孩是吧 我们先来画一个 这个呢 让它自己去发挥 当然你要有绘画功底的话 你可以画的像一些 画的越像了 这种效果肯定越好 然后是黄色是花 是吧 是咱们刚才的一个花 我们来找一个地方来画一下 这个是绿色的是 我们画一个树 这个绿色区域 我们可以画大一些 这是我们这个 整体的绘画 才有一个区域 然后我们直接点了一个 开始就行了 它开始进行这个加载 以及实时绘画 这个我们可以实时进行修改 总共一分钟 它在一分钟时间内呢 会接受你这边的一个 实时的一个图改 黄色的花 是吧 这三个区域都出来了 比如我们把这个区域 把它抹掉 这边的话 咱们不要了 那么这边呢 它会在实时再更新 我一点点的 把这边这个区域给去掉 大家看 现在已经去掉了 是吧 已经完全变成了绿色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修改 比如这个 现在你又想画这个花了 找一个地方把它涂出来 那么这边呢 应该会有一个黄色的花出现 当然这边时间快结束了 它可能出不了太好的效果 每次的这个实时绘画时间 只有一分钟 如果一分钟之内 你没有做完你想要的东西 那么你可以接着运行 它这个被影响 那么最终呢 我们这个生成结果在这儿 大家点一下 这是我们生成的一些图 点这个X号 它会有这样的排列 然后就可以找一下 比如说你觉得 这张图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那么你可以下载下来 那么我们说一下 它的最后一个功能 也是我觉得这个项目 最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来找一张这个图片 这边呢 我们来上传一张 一个地图的一个截图 然后呢 我们在这张图上面呢 去做一些这种修补 比如说我们这边去需要花一下这个花 我们来找一下这个樱花这个翻译 我们来把这个花把它补全一些 然后我们这个花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啊 然后我们找这个黄色的画笔 比如说我这个角 我把它补起来 给它涂一下 这边呢 我们也给它画个樱花 好这样啊 然后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边开始跑了 大家看这个樱花 那么 假如说我们想在这个图片上 补一朵樱花 你自己画 你肯定是搞不了的 它一个项目呢 你看 画出来这个樱花 是不是跟原来这个樱花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最终 大家看这个效果 如果说我就把这张图直接给你 那么你能看出来 这个是我后来加上去的吗 其实这个是看不出来的 非常的真实 非常有趣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基本就这些啊 剩下呢 就大家自己尝试吧 大家拜拜